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种非常小的小概率事件 人类很少有记录到鲨鱼攻击虎鲸的事件 在行动方面 虎鲸毕竟是鲸类 是哺乳动物 仅仅是智商方面就能碾样鲨鱼 海洋中的虎鲸都是群体活动 在行动方面就有高度的社会化 虎鲸家族可以说是动物界最稳定的家族了 它们之间会互相传递一些狩猎技巧 漫长的进化岁月中 虎鲸甚至流传下了自己种群的捕食文化 但是鲨鱼就不一样了 大部分种类的鲨鱼都是独来独往的 鲨鱼面对着个头比自己大 战斗力不比自己弱的虎鲸 本身这一仗就很难打 再加上虎鲸都是成军结队 还有丰富的战术 鲨鱼只有战败的下场了 假如要打群杖的话 鲨鱼的弱点就更加明显了 大规模的战斗面前 战术和团队合作远远要比单体战斗力重要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